大家好我是YoungVision的William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這一款的帽子呢 它是飛橋所推出的SIMON 他們這一次推出的這個帽子呢 它的外型其實相當的硬派 那這也反映出了三車帽的精神 對 那他們推出的這幾款顏色呢 反而讓他們的整體更加的沉穩 對 然後讓粗礦跟內液達到一個平衡 個性實質但又不是很重的氣場 那這款帽子呢它有內幕片的設計 如果有的騎士來得綁風鏡的話 或是只想突顯這款帽子的線條 不想再添加多餘的配件 像是帽顏什麼的 那這款帽子就很符合你的胃口 因為它這次一個還蠻方便的設計 對 那喜歡搭配上不同配件的騎士呢 其實這款帽子也很適合你 像看到這一款 那它前面這三個金屬扣呢 也可以一樣固定我們前面的帽顏 那這個風鏡也是一樣可以把它配上去的 那讓我們帶到它的 皮革邊條編織技術 那這項技術呢 飛橋它是有身形專利的 飛橋把旁邊這一圈皮革 邊條紅在帽頭上面 那一來它可以增加美觀 還有質感 那二來它不像其他的安全帽 可能會有邊條脫膠的情況發生 那因為有一些他們廠商啊 它旁邊都是用那種膠條 那如果說預熱啊 或是說天氣太熱什麼的 他們旁邊這邊可能會有 膠條脫落的情況 那這一款它就是不會有的 那它的這個皮革邊條啊 再搭配上它的這個焦糖色內襯 又讓這一款深深化更 添加了一點復古感 跟一點內斂的感覺 對 那這邊呢 一定 這款帽子呢 它是一定有經過DOT認證的啦 那後面這邊它有做一個 可以綁住封鏡的這個小金控 那前面呢 它也用一些金色的金屬配件 來點綴這個帽子的 本體 這樣子 那這一次呢 飛橋所推出的這款帽子 比起以往 他們家所推出的帽子呢 更具有冒險精神 更加狂野 那因為他們家的帽子 以往外型都屬於 比較內斂 對 比較內斂沉穩 那所以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 會選擇他們家的帽子 那今天介紹的這款三車帽呢 在外型上有很大的突破 但在顏色以及細節加工上面 也不是飛橋 原來保有的精神以及特色 那喜歡三車帽的 不妨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這邊如果對復古安全帽有興趣啊 歡迎來電視帶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更多新品資訊 以及賣場資訊呢 在我們下方的資訊欄 我是Omvision 感謝您的收看 謝謝 別 pierих 下方的資訊 PP shoe 沒有 我們下方的資訊